好大甲媽肉鏡呢 今天進入到雲林 那麼隨行的商客當中 除了有參加第八年的海巡人員之外 也看到一人無縫 他是帶著土耳其的學妹一同 來體驗台灣的媽祖文化 那麼日前呢 花蓮東華大學授員地震 就發生火警 就在校村特地從彰化來出發 跟著大甲媽的腳步 為授員重建來進行募款 另外還有300名的嘉義警一收 7聚在土庫圓環迎接 要護送大甲媽前往嘉義 在晚間住假新港奉天宮 大甲媽肉鏡的九天八夜 今天來到第三天 當季的民眾都已經擦成了 一排等著要擦牛咖 大甲媽肉鏡隊伍進入雲林 民眾擦牛咖求平安 排起長長人籠 而這位在太平島服役的海巡人員 跟隨大甲媽已經第八年 以往都是徒步 今年則搬出秘密武器 滑板車跟媽祖 走第七次的大甲媽了 所以才想說 換一個新一點的東西 騎個滑板車來走 之前徒步走的話都要走很快 那現在騎滑板車的話 就是可以比較悠閒一點 讓進隊伍中 還有大學生背著QR Code前行 原來日前花蓮東華大學火警 燒毀校舍實驗室 這一群在校生從彰化出發 祈求大甲媽保佑 同時未校重建募款 由民眾發揮善心 第一時間立刻捲出善款 和其他東華的同學 好 加油 加油 謝謝 還有藝人無縫也現身 帶著土耳其學妹親自體驗台灣媽祖文化 另外在雲林土庫圓環周邊 也有超過三百名嘉義經義肖在場迎接媽祖 組成強大護衛隊要一路護送大甲媽進到嘉義境內 這個歷史文化傳統大概已經有三十七年以上 我們出顧大概都是有三四百人以上 共有四個梯子一直延續到進到奉天宮 大甲媽要進吸引滿滿信眾隨行 八號上午隊伍進入雲林 晚間駐假嘉義新港 解放平文流漢偉 SNG小組 雲林報導